据说只要把尸体用水泥封住 就永远不会被发现 在电影《误杀》中 男主就用水泥将尸体浇注在警局的地下 最终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难道尸体在水泥里不会散发出腐臭味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刘烟祖决定以修水管为由 在邻居门前挖一个大洞 首先吉米启动切割机在水泥地上画出轮廓 然后使用冲击钻开始凿地 并将里面的土壤铲除 为了有足够的空间进行水泥浇注 他们再次加大洞口的面积 最终挖了一个和木坑大小差不多的坑 接下来他们从屠宰场买来几头 开始腐烂的二师兄尸体 极度上头的气味让邻居们都凑过来看热闹 亚当没有顾及邻居们的白眼 直接将死猪倒进了大坑里 然后拉开搅拌车的出料口浇上水泥 如果水泥能阻挡腐臭气味的扩散 那么等凝固之后就真有可能瞒天过海 然而水泥浇注好后却出现了意外 里面腐臭气泡如同某广告里的老坛酸菜一样 咕噜咕噜往外冒 为了尽可能掩盖气味 吉里在上面铺了一层塑料膜后继续浇注水泥 直到与周围的地面齐平 这样等水泥凝固之后是否还会有腐臭味呢 而结果让人大跌眼镜 尽管水泥已经硬得像石头 但周围依然可以闻到浓烈的腐臭味 于是两人再次往地面铺上一层乳胶 以达到完全密封的效果 终于在五个月以后 这里除了因为有人趴在上面闻气味而留下的手印外 完全感觉不出任何不同 下面他们找到了雷达专家 因为他手上有探地雷达设备 设备能往地下发出脉冲信号 如果土壤里有异物 雷达就能接收到返回信号 从而显示在电脑上 那他又能否检测到水泥中的尸体呢 设备调试好之后 吉里拖着雷达在水泥地面来回探测 而电脑上显示有许多白色圆圈 并且与其他位置明显不同 专家表示下面一定有什么东西 为了验证雷达检测是否准确 于是两人开始重新挖开水泥地面 看看里面到底什么情况 当亚当揭开一个窟窿时 浓烈的味道让他深吸一口气 而通过夜视摄影机可以看到 里面的猪已经腐烂消失 并在水泥里形成一个个空空 电影中即便将水泥完全密封 也能通过技术手段找到尸体 所以这样的做法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我是探索哥 咱们下期见 据说有个跳伞员打开降落伞失败 直接砸在游乐场的敲敲板上 而敲敲板另一端的女孩 被弹到了七层高的楼顶 并且女孩还奇迹般生还 看似扯淡的故事难道真的不可能吗 为了验证这个故事的真假 刘烟祖打算冒死进行实验 首先他们将进行一次小规模测试 亚当使用木板制作了一个简易敲敲板 把千球比作是跳伞员 然后用木偶充当被弹飞的小女孩 为了实验更加真实 吉米将钢珠灌入木偶体内 用来调整木偶的重量 让其和千球的相对重量 与跳伞者和小女孩的相对重量相同 随后亚当做上升降台 在10英尺的高度开始测试 让人惊讶的是 当千球撞击敲敲板后 木偶弹起的高度 超过了千球落下的起始位置 这就说明 女孩很有可能被弹飞到七层楼高 接下来亚当制作了一个 全尺寸的钢制敲敲板 但如果要达到跳伞者的撞击速度 至少要在600英尺的高空落下 显然这样的操作无法实现 因此他们决定用重量 来弥补高度的部阻 亚当找来三个装满水的铁桶 用来提供撞击力 随后两人来到停车场开始实验 起重机将铁桶提上四楼 并开始释放 但实验出现了意外 钢制敲敲板被直接砸断 导致只有一小部分的能量 传递给了小女孩 这样就无法验证流言的真假 于是他们准备打造一个超级敲敲板 吉利从起重机上找到了灵感 他将敲敲板分为两段 分别连接在中间的脚链上 而两端的座椅则用钢索进行牵制 这样受到的撞击力会由钢索承担 从而让敲敲板能够承受更大的撞击力 由于接下来的工作量会比较大 吉利请来了留言组的其他同伴 凯利使用赫藻胶来制作仿真跳伞员 因为他的物理特性和人体肌肉极为相似 并且将重量控制在成人的平均体能 而格兰和托瑞来到跳伞中心 他们需要测试从600英尺高空跳下的撞击速度 两人采用真人跳伞的方式 测得撞击速度为122英里每小时 但在真正的实验中 他们无法让甲人精准撞击翘翘板 于是他们想到了蹦吉用的橡皮筋 利用反方向的弹力 让甲人在合理高度以超重力的速度坠落 下面实验即将开始 女孩能否被弹飞到七层楼的高度并存活呢 在蹦吉厂老板的帮助下 他们拿到了一根超大橡皮筋 而为了在实验中能精准撞击翘翘板 他们使用两根绳索来引导甲人的坠落方向 但实验之前他们还需要进行一项校准测试 用与甲人重量相同的沙带来充当坠落物体 而下面的轮胎是测试的撞击目标 当吊钩向上的拉力达到2150磅的时候 格兰释放了橡皮筋 沙带撞击的速度为122英里每小时 刚好和跳伞员撞击翘翘板的速度相同 接下来他们将超级翘翘板带到实验现场 而为了不让翘翘板被撞坏 行李用海绵制作了一个缓充电 托锐爆来女孩模型 格兰在他身上贴有两个震荡感应贴 如果红色感应贴破损 则代表女孩死亡 而如果是绿色感应贴破损 则代表女孩身受重伤 所有准备就绪之后 亚当将甲人绑上橡皮筋并挂在吊钩上 下面就是见证时刻的奇迹 女孩真的能被抛到七楼的高度并存活吗 当吊钩对橡皮筋的拉力达到2150磅的时候 格兰按下了释放按钮 甲人击中翘翘板并将女孩抛到了55英尺高 但并没有达到七层楼的高度 而且女孩身上的红色感应器已经破了 说明她已经死亡 从高速相机可以看出 甲人只有上半身击中了翘翘板 也就是6到7成的力量转移到女孩身上 所以他们必须重新进行实验 由于甲人在上次实验中已经粉身碎裹 这次将用灌满等重量沙子的轮胎代替 再次按下释放按钮 轮胎精准地命中翘翘板 女孩模型直接被弹飞至130英尺的高口 足足有13层楼高 然而这次实验虽然成功了 但女孩却不可能存活性 格兰通过计算得出 女孩承受了42个剧的加速 在被弹起的瞬间她就已经上天了 所以为了小女孩的安全 请不要随便做悄悄板 这估计是史上成本最高的一次实验 据说加特林不仅能拆汽车 还能用来砍树 并且速度比电锯还要快 现实情况真的是这样的吗 刘烟祖带着这个疑问来到沙漠无人区开始实验 为了假装保护生态 他们决定使用刚砍下的几颗松树进行实验 在挖掘机的帮助下将树分别立了起来 这些树直径达到两英尺 为了提高实验的挑战性 他们又从其他地方砍来几颗同样大小的目睹树 而它的密度是松树的4倍 机枪能否将它们射断呢 接下来他们找来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机枪 首先是汤普森冲锋枪 在30年代它是黑帮们的最爱 能在一分钟之内射出500发子弹 然后就是M249搬用机枪 射速达到每分钟1000发 在一分钟之内倾泻3000发子弹 所有准备就绪之后 格兰首先拿着汤普森冲锋枪对松树开始射击 但强大的后座力让枪口不断上扬 一梭子子弹之后 松树表面只留下了几个弹坑 显然轻型机枪无法对树木造成威胁 于是他们进行了火力升级 接下来托瑞将用M249机枪进行实验 由于使用了脚架 射击的稳定性大大提高 子弹基本都集中射在树干底 然而打光三条弹链也没能让松树倒下 但这次子弹却射穿了树干 最后出场的就是今天的主角加特林 这个人称生命收割机的机枪又能否射断松树呢 当凯莉扣动扳机的瞬间 无数弹壳犹如倾盆大雨一般落下 不一会树干就开始冒烟起火 然后直接断成两节 从开枪到倒下仅仅用1045秒 接下来他们用电锯进行了对比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相同时间内电锯才剧断树干的一半 显然加特林的效率比电锯高出不少 最后他们又尝试用加特林射击木斗树 结果也只是用了68秒 所以得出结论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如果你家里有矿 可以用加特林来砍树 据说请人清理搅拌车里附着的水泥 需要花费上万块 但如果用炸药就能瞬间清理干净 难道炸药不会将车辆炸毁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留言组来到了当地的水泥公司 希望买一辆报废的搅拌车进行实验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最后老板愿意每辆车倒贴200美元来交个朋友 考虑到实验可能需要多次完成 亚当大手一挥 含泪买下了四辆状态相对较好的搅拌车 有了实验道具之后 他们首先要将第一辆的搅拌桶内壁附上水泥 但由于机械故障 等第二天水泥凝固后 他们发现已经装满了半桶 为了保证爆炸的安全性 本次实验将在爆破厂进行 并且由专业爆破员操作 因为不清楚需要的火药当量 专家建议先从威力较小的樱桃炮弹开始实验 连接上远程控制电缆之后 专家在远处按下了引爆按钮 这样的动静还不如你们放的一个屁 显然对里面的水泥来说就像挠痒痒 紧接着专家升级了火力 这次将用一枚M80炸弹进行实验 它是美军模拟爆炸使用的一种鞭炮 威力是樱桃炮弹的好几倍 然而水泥依旧对它无动于衷 经过多次爆破失败之后 机理要求直接上大家伙 于是专家决定使用一棒的黑火药进行爆破实验 它又能否将水泥震落下来呢 这次爆炸的观感要比之前好多了 搅拌车发生了剧烈的晃动 强大的火焰和烟雾从洞口喷出 搅拌筒内壁的水泥也被炸下来不少 但底下的一层依旧很坚挺 留言组认为是因为里面的水泥太厚 小剂量的爆炸无法对它产生影响 毕竟正常情况下不会堆积这么厚的水泥 于是他们拖来了第二辆搅拌车 里面水泥厚度刚好满足实验要求 那么如果用炸药炸正常厚度的搅拌车 里面的水泥又能否被清理干净呢 这次他们决定用1.5磅的高爆炸药进行实验 随着一声巨响 搅拌车后面的肛门喷出大量烟尘 但打开搅拌筒却发现 虽然里面很多水泥都被震了下来 但并没有一次性清理掉所有水泥 而如果加大炸药的剂量的话 在不考虑对搅拌车损伤的情况下 是可以将里面的水泥清理掉 而在实验的最后 吉米还有个疯狂的想法 如果将搅拌车里装满高爆炸药 爆炸效果会是怎样的呢 于是他们将另一辆搅拌车搬到了采石厂 接下来将在这里制造一场巨大的爆炸 而为了实验的万无一失 FBI 医护人员 消防队 警局 以及爆破专家共同制定了实验计划 并封锁了周围的所有公路 随后一辆满载高爆炸药的卡车 来到实验现场 在FBI专员的全程监督下 工作人员将整整850磅炸药 全部塞进脚半筒 爆破专家表示 这次爆炸产生的金属碎片如同子弹 杀伤半径达到了一英里 所有准备就绪之后 空中响起了防空警报 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到 1.6英里外的观光台 为了各位老铁的安全 请大家在距离手机一英里以外观看 巨大的爆炸声下的吉尼虎须一阵 而爆炸中心的搅拌车连扎都不上 就连远处的摄像机也难逃魔爪 如此危险的实验 请大家切勿模仿